你的伴侣遭绿网络诈骗 被骗走了十万块钱 他既生气又自责 这个时候你会 A 理解伴侣 不做太多的评价 B 报警 配合警方把钱追回来 C 感到无奈抱怨对方 辛苦挣的钱就这样没了 B 你们两个都是报警把钱追回来 同时你们会选择 抱怨还是理解 我跟你说姐夫那种的 容易被别人骗 耳根又软 然后心又软 那如果现在还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抱怨了 但我也不是理解 我肯定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比如就像你说B 报警 一起去看看能不能把钱追回来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抱怨没什么用 对 他都这么大人了还这样 你抱怨他 挺会烦 挺会烦 我觉得是一种我内心非常无奈 对 我的选择又跟你们差不多 我也是 就是我刚开始知道这个事 我肯定那一秒是生气的 对 我肯定要先说他 对 然后再解决 说完之后我立刻就会帮他解决 对 但是如果是特别大的事 比如说他真的犯了一个 他自己都不能承受的错误 我就不抱怨了 我抱怨的都是小事 我觉得他能承受的 就一旦这个东西 我觉得超出他能承受的范围 我直接就是没事宝宝 没事 先安抚他 对 我 B 报警 配合警方把钱追回来 这我觉得B是B选题 对 这A和B跟这都不矛盾 对 你抱不抱怨就说吧 抱怨说 但我可能不会说你辛苦挣的钱就这么没了 可能会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然后再去 比如说分析下次 如果有类似情况尽量避免 对 因为你要一起生活下去 这些事还是要提高认识的 我觉得我呢 不会抱怨 因为这10万块钱是 他也不想这样 他也是受害者 他会很难过 会自责 他会很自责 很难受 我肯定会安慰他 因为以往也有 丢手机啊 丢什么东西 刚买的手机 是不是挺贵的 就丢了 他也很难过 哎呀哭着 就说 我们俩是一样的 好